有请17号 22号 男嘉宾的心动女生 来看大屏 13号 来看一下直腿是 我们看一下崔彦斌的直腿女生是 真浓营养 美味镜像 口感超浓郁 营养更丰富的真浓牛奶 浓情揭晓直腿女生 直腿女生 直腿好 男生自信洒脱松弛内敛 感情中有仪式感 喜欢分享日常的点滴和二人世界 女生独立自信随和勇敢 自律爱运动爱冒险 两人内心有能量 既可以遵从自我 内心又懂得照顾对方的感受 不会给彼此太多的期许和压力 我们来看一下女嘉宾的资料 余晨兴 我的小纠结 选择困难症 小美满 选一个 小美满吧 3 最近家里来了一个新成员 是一个两岁的金吉拉妹妹 是在520的那天捡到了她 给她取的名字叫小满 希望她以后可以圆圆满满 无忧无虑地长大 希望以后的那个她 也喜欢小猫咪 有爱心 有耐心 我们一起圆圆满满 颜鹤颖 小怪癖 我的生活 我的理想型 3 喜欢聪明的男生 最好情商智商都在我之上 更喜欢自律的人 生活上简洁 精神上有追求 有学识 有风趣幽默 颜泽玉 不喜欢的加分项 我的生活 1号 不喜欢的 不喜欢大男子主义 并且通过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凸显自己的男生 王森瑶 恋爱态度 多面的我 我眼里的简分项 2 你好 我是王森瑶 欢迎来到我的每一面 因为非常非常喜欢 国风美学和汉服文化 所以我平常会经常去参与 一些汉服活动和汉服走秀 所以在很多人眼里 我的形象总是这些样子的 不过其实除了国风少女之外 我还有很多面可以发掘 比如其实我非常享受 音乐节和Live House的氛围 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还非常喜欢旅行 很喜欢在路上的感觉 相信你也会有很多面 那就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对方吧 最后一个问题问四个女生 你愿意去融入我的生活圈吗 然后你会怎么融入 22号 我很愿意去融入另一半的社交圈 就是看你平常和朋友一起出去聚会 会愿意带上我吗 会 你说你喜欢运动 然后我是一个运动很不好的人 但是我非常喜欢 就是会运动的男生 可以带我一起去运动这样子 挺好的 他开心地在那搓手 13号 男嘉宾你好 我感觉如果是两个人 情侣关系的话 还是有各自自己的圈子比较好 对方的圈子 知道你这个人的存在就可以了 这样子 谢谢 19号 首先就如果我愿意跟这个人 谈男女朋友的话 你一定要至少尝试融入他的圈子 不管结果怎么样 而且这个是双帮都要做的事情 而且一定各自有各自生活空间的牺牲 17号 我觉得喜欢一个人肯定是要互相融入对方的生活圈的 就像就刚刚这一场对你的了解 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就很喜欢很经常运动 然后也很喜欢户外的人 然后我的话是会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室内 然后我的爱好也是偏安静文艺一些的 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圈子应该是互补的那种类型 这个事儿啊 我给你一个建议 一定两个人的圈子要有交集 如果没有交集那谈什么恋爱呢 但是一定也不能完全重合 完全重合那还有自己吗 所以叫有交集但不能全重合 这才是好的恋爱的样子 谢谢 you 谢谢 you 谢谢 偏 inda arts 殏